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让我们来看到学测冲刺复习件的第二小回 好 首先第一大题 单选题 第一题 下列有关仿锤丝的叙述何者正确 好 第一个 高等植物缺乏仿锤丝 其实在增合生物来讲 我们都有仿锤丝去进行染色体的分离 所以A 这个是错的 好 再看B 仿锤丝浓缩成灼丝点 灼丝点是在染色体上面的蛋白质 专门负责让仿锤丝去进行附佐 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好 所以B 这个也是错的 再看C 仿锤丝牵引染色体排列于中央 这个对没有错 仿锤丝就是这样的功能 负责把染色体拉到对的位置 然后再把它们往两侧拉开 所以C 原则上是对的 再看猪 仿锤丝会猝死 联会现象的发生 这个也跟它无关 联会那个是另外一群蛋白质负责 不过在高一的必修生物 我们是不会谈到这些的 只要知道仿锤丝跟这件事情无关就好了 所以第一题答案是C 第二小题 细胞在两次有失分裂期之间 不会发生哪一个现象 好 在两次有失分裂期之间 也就是所谓的间期 那就要进行DNA复制 所以这个会发生 B 增加细胞的胞气数量 这个也是对的 因为细胞那时候会生长发育成长 所以B 这个也是会发生 不能选 再看C 增加细胞质的物质含量 刚刚说过了 它正在生长发育 所以这个地方是会增加的 所以株散掉 好 再看到第三小题 人类染色体呢 是由下列哪些物质缠绕而成 很简单 DNA跟蛋白质 直接选正确答案C 不用想太多 好 再看到第四小题 这一题开始有点难度了 细胞内有两对同源染色体 分别叫做1A 1B 2A 2B 经减速分裂后 产生的配子的染色体 下列何者错误 好 同位 减速分裂的目标 就是希望同源染色体 两两之间可以分开 所以我们等一下的状况是 什么样的配子会出现呢 1A 1B 2选1 2A 2B 2选1 切记 如果出现1A跟1B在一起 那绝对错的 或者是说 同时有2A 2A 或2B 2B 这样也会是错的 好 所以我们来开始看 首先第一个A 好 第一个A就知道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1A跟1B 同源染色体 在减速分裂的时候 第一次减速分裂就该分离 那你看后面这边来讲 1选一个 2选一个 对 所以不能选 好 再来看到C也是一样 1选 第一对染色体选一条 第二对染色体选一条 所以C也打差 再看猪也是一样 第一对染色体选一条 第二对染色体选一条 这也是对的 也打差 那至于这边A跟B 提醒同学一件事情 这个A有可能都代表是说 都妈妈给的 然后B都是爸爸那边给的 这样子 好 总之 A这个地方是错的 把它选出来 再强调一次 同源染色体 在减速分裂完 是要分开的 好 再看到第五小题 有关人类的软形成的过程 正确的选项 何者正确 正确选项为哪一个 好 第一个 软原细胞第一次减速分裂后 可产生初级软母细胞 来同意跟大家讲一下 所谓的初级的意思就是 它还没有第一次减速分裂 它预备要第一次减速分裂 那依此类推 所谓的次级软母细胞 就是预备要第二次减速分裂 好 所以第一个A是错的 好 再看到B 一个初级软母细胞分裂后 可以产生两个次级软母细胞 这个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在软的这一个方面 它的减速分裂是一个 没有均等的 也就是说 一个初级软母细胞 减速分裂后 其实只能产生 一个次级软母细胞 加上什么 加上一个所谓的集体 加上一个集体 所以B呢 这个是错的 好 再看C 一个次级软母细胞分裂后 会产生两个软细胞 而且这跟刚刚一样的状况 来 一个次级软母细胞分裂后 只能产生一个软细胞 然后再加上什么好东西 再加上一个集体 那集体呢 在某些生物里头来讲 刚刚第一次减速分裂完 不是有一个集体吗 它那个集体自己也会再分裂一次 那就变成两个集体 好 所以注意哦 女性的软原细胞 减速分裂完 四个子细胞当中 只有一个是软 剩下三个都叫做集体 好 再看到猪 一个软原细胞 减速分裂可产生一个软细胞 非常正确 好 第五题答案是猪 好 我们再看到第六题 那第六题呢 这个是某一个细胞 正在进行细胞分裂的示意图 然后它的形态相似 但颜色深浅不同的染色体 互为同源染色体 根据图中的资料 有关图中细胞的叙述 何者正确 我们先来观察一下这张图 他刚刚说了 你今天长度 我看一下哦 他说形态相似 但颜色深浅不同 互为同源染色体 他意思就是 像这样是同源染色体 这样也是同源染色体 好 这样又是一对同源染色体 这样又是一对同源染色体 好 大家提醒同学一件事情 那请问假设这两条 比较浅色的部分 它们叫做什么 它们如果还连在一起的时候 叫做姐妹染色分体 而不过现在分开了 就不能再叫它们 姐妹染色分体 这样的概念了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他想要问什么问题 关于这个细胞的叙述 何者正确 第一个 A 正在有失分裂 对 因为它同源染色体都在 是姐妹染色分体分开 这确实是正在进行 有失分裂的意思 所以 A 正确 B 减速分裂 同意请注意哦 减速分裂一定要注意 先同源 然后再有姐妹染色体的分离 OK 好 一定要这样子 所以B错 再看C 有可能为大肠感菌的细胞 不可能 同意因为要注意 原核生物本身的染色体 是环状染色体 所以不会出现像这样条状的 所以C错 再看出 分裂后的子细胞 其细胞核当中将有两条DNA 分裂后的子细胞 这边会是一个子细胞 来换个颜色好了 这是一个子细胞 将来这边也是一个子细胞 请问有几条染色体 四条 四条染色体会有几条DNA 也是一样 四条DNA 所以猪这个也是错的 因此第六题正确答案是A 再来看到第七题 下列有关人类染色体的叙述 何者错误 第一个A 人类有23对染色体 这个对 不能选 再看B 每对同源染色体 一条来自父亲 一条来自母亲 这个也对 不能选 好再看C 人类有23对体染色体 跟一对性染色体 人类有22对体染色体 跟一对性染色体才对 那因为他要选错误的 所以C没问题 就要选他 再看猪 男女体内的性染色体不同 对 男生XY 女生XX 好 所以正确答案C 好再看到第八题 若在高倍光学显微镜下 观察洋葱根间细胞 生长点 点处的细胞如附图 可以看到哪些构造 第一个呢 中心力这不可能发生 也提醒同学一件事情先好了 这张图并不是要你真的 去观察这张图 它是在考你一些基本概念 像植物细胞没有中心力 所以甲一定要删掉 所以A拿掉C拿掉 再看到 矣 细胞核 细胞核其实是有可能会看到的 所以矣 我们先勾起来 再看柄 染色体 因为它会出现 染色质浓缩成染色体 所以染色体也会看得到 再看丁 四分体 四分体要在减速分裂才有 在洋葱根间细胞 因为它没有要产生所谓的 什么金子卵子或孢子 那是不可能有这个四分体的发生 所以丁这个是错的 好再看物 细胞版 这在形成新的细胞 这是有可能形成细胞版的 那也同时丁您同学一下 细胞版是植物在形成两个新细胞的时候 中间要隔开的一个新构造 不要把它跟赤道版 或者叫做那个中期版 那个名词给它搞错了 所以正确答案是 应该是 以丙物 所以答案是猪 好再看到下一题 下一题是 下一页了 来这张图 它说 复图是查数经顶细胞进行有丝分裂的图片 那就有丝分裂过程而言 从开始到完成之先后顺序 何者正确 好来同学 第一个步骤呢 是先有一个完整的细胞的细胞核 所以应该是丁 然后里头你可以看到染色值松散的状态 第二个部分呢 这是染色体必须逐渐的出现 那所以应该是以 好第三个部分呢 则是在中期的时候 染色体应该排列在中央 所以是物 好第四个部分呢 则是姐妹染色分体被拉开 所以应该是甲这个情形 最后一个情形则是形成新的细胞核 那这个则是丙这个状态 好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 丁以物甲丙 好丁以物甲丙在哪里呢 丁以物甲丙 答案是B 第九题 好那在这张图里头 我也在提醒同学另外一件事情 植物也是一样用仿锤丝 虽然植物我们会说 它没有中心力这个构造 这个是其中一件事情 要大家务必要小心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 第十题 有关细胞周期的叙述呢 下列何者正确 A 坚期占大部分的时间 对没有错 大部分时间都在坚期的状态下 再来B 坚期为细胞休养期不能生长 错 坚期的意思是细胞正在执行 它正常该有的生理功能 正在生长发育的过程 好所以B错 再看C 细胞周期在不同种类的细胞 间的时间 皆固定相同 C超级错误的 因为每一种细胞 它什么时候要分裂 分裂的速度 真的是跟它的器官组织有关 绝对不是大家都一模一样 好再看猪 坚期染色体复制 并形成染色体 复制这个倒是没有错 但是要形成染色体呢 要在分裂的前期的时候才会发生 好所以第十题答案是A 再看到十一题 所以有关减速分裂的过程下列何者正确 减速分裂 我们先不要急着看选项 提醒同学一件事情 减速分裂一 它是同源分离 然后再到二 这个叫做姐妹染色分体分离 这样子 那其中大家要知道的事情是 你要准备考试 一定要把减速分裂一特别强化一下 因为它比较特别 只有减速分裂一才会有联会 只有减速分裂一才会有四分体的发生 好 只有减速分裂一 同源染色体才会分离 好 所以真的减速分裂一太特别 务必要记 好 首先第十一题的A 减速分裂一 乘对同源染色体分离 并分裂形成两个子细胞 OK 这个就刚刚提醒的A直接对 那我们来看BC株错在哪边 B 减速分裂一 同源染色体会发生联会 排列形成四分体 好 所以B错 再按C 减速分裂二 染色体复制 这个很严重 所有的染色体复制都发生在尖期 在进入减速分裂之前的什么 晶圆细胞软圆细胞 他们在之前的时间点 我们也可以叫做尖期 那个时候才会发生染色体复制 再看猪 减速分裂二 2N的染色体向两旁移动 形成单套的子细胞 错 这个地方的话 减速分裂二的时候 已经是单套的染色体了 注意哦 因为在第一次减速分裂 同源分离的时候 双套已经变单套 所以第二次减速分裂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绝对是单套 然后是姐妹染色分体 分开的时候 会有短时间 暂时变成双套的状况 然后往两旁移动 好 所以猪这个错 这正确答案 第11题是A 好 我们来看到第12题 减速分裂的若干特色 从下面的假到物 大家可以看到 在减速分裂过程当中的 一些现象跟过程 好 这一题的题型呢 跟前面的第9题是有点类似的 这种排序题 在每次考到分裂的时候 都非常常见 好 我们来看到 那根据这样的过程 减速分裂的话 一开始首先当然是要做 染色体复制 但同一请注意 如果我要问你 染色体复制算不算 在减速分裂的过程当中 当然不是 它发生在减速分裂之前 好 但是你先要排序 就不要去计较这么多 好 所以同一请看到 染色体复制是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呢 是同源染色体相互配对并列 好 这个是第二步骤 那第三个步骤呢 这个所谓的相互配对并列 其实就所谓的 发生连绘的状况 好 所以物是第三个步骤 接着呢 再来第一次减速分裂 要发生的是 同源染色体分离 然后到第二次减速分裂 才会发生第五个步骤 姐妹染色分体分离 所以正确答案是 1 甲 物 丁 丙 好 所以正确答案是 猪 第十二题 好 再看到第十三题 附图为某生物细胞内 染色体的示意图 是根据这个图片 回答下列问题 好 请看到第一小题 关于这生物染色体的 对数跟套数 下列配对 何者正确 好 首先大家先把 同源染色体抓出来 我用相同的颜色 帮大家画一下 甲跟物是同源染色体 丙跟丁是同源染色体 乙跟挤 是同源染色体 所以这样有几对 这样总共有三对 好 所以三对 我们把它圈起来 那A这个地方 先拉掉 跟B也是一样 它都讲两对 这是错的 再来第二个 它有几套呢 套数怎么算 同意所谓的套数呢 我画在下面的部分 套数的意思就是 我今天必须要是 每一种染色体 各有一条 这样叫做一套 所以如果你看到 这样的情况的话 加乙丙 这样可以算作一套 就长的 中的 短的 各有一条 再来 丁物 也算是一套 所以总共会有几套 总共会有两套 所以正确答案是 猪 好 再看到第二小题 这个生物经由 减数分裂过后呢 所产生的配子染色体组合 可能为何 好 这个就跟前面的一题 单选题是一样的状况 减数分裂过后 甲根物二选一 乙根挤二选一 丙根钉二选一 这样才可以 因为要强调的就是 每一对染色体 都只会有一条到配子中 所以这边有三对染色体 就会有三条染色体到配子中 但是注意 每一对只能选一条 OK 所以甲物不能同时出现 乙体不能同时出现 丙钉不能同时出现 好 所以首先 A跟B 这个是错的 再来看到 给你的一个东西 叫乙丙钉 因为丙钉是同样染色体 因此也不行 好 再来只剩丁物几 我们确认一下 来 丁物几 好 OK 这个是可以的 所以答案第二小题是 猪 再看第三小题 乘上题 何者互为同源染色体 因为刚刚已经聊过了 所以就根据我刚刚 帮大家上面画的线 就可以知道 谁是同源染色体呢 甲跟物是同源染色体 所以正确答案是C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 多选题的部分 第一小题 附图为人类精子 形成过程的示意图 甲乙丙钉物呢 分别为减速分裂过程中 各个阶段的细胞 请问下列哪一些细胞 已经没有同源染色体 什么叫没有 已经没有同源染色体的意思 就是它的细胞内 已经是单套 只剩下单套 好 什么时候会是单套呢 在第一次减速分裂完成之后 因此从 丙往下 通通都是 这边都只剩单套 所以正确答案是 丙钉物 所以正确答案是C 朱一 好 那既然有这张图出现呢 我也顺便谈一下一件事情 丁跟物 哪一个情况下是有受精的能力 注意哦 是物哦 因为物才能够叫做精子 丁这样的情况 我们生物老师会强调说 它叫做精细胞 它还没有完全的分化发育完成 所以呢 还没有受精的能力 好 再看到第二小题 下列哪些人体细胞内 具有同源染色体 也就是说 你都会具有怎样 成双成对的 双套染色体的情形 那一般的体细胞 当然是没问题啦 所以肌肉细胞绝对是有 神经细胞绝对是有 骨骼细胞绝对是有 但是软细胞跟精子呢 因为已经减速分裂完成了 所以只剩下单套 因此就不可能有 所以这一题正确答案是 A C 猪 好 再看到第三小题 下列哪些细胞成熟之后呢 几乎90%以上的几率 是不会再进行有私分裂的 哦 这个只能用背的哦 应该说 它有它的道理 选修生物会讲的会比较清楚 通常这种细胞有一个特色就是 它长出来之后 如果你要它分裂 会害到它原本的功能 选修生物我们在谈 重点就是 神经细胞跟肌肉细胞 要先勾出来 除此之外 还有谁也不会再进行有私分裂呢 红血球细胞也不会 因为它已经没有细胞核了 所以正确答案是 A 猪 E 好 那BC 先帮大家划掉一下 那些都还是可以进行细胞分裂的啦 好 再看到第四题 下列有关 动植物细胞分裂的过程跟比较 哪些正确 好 请看第一个 A 植物细胞没有中心力 这个正确 再看B 植物细胞没有仿锤丝 没有中心力 跟有没有仿锤丝 完全是两回事 增核生物细胞 就是用仿锤丝去搭染色体的 再看C 两者均会在中央的地方产生细胞版 注意哦 细胞版是植物才有的 动物细胞并没有 所以C错 再看猪 动物细胞会产生两个子细胞 植物细胞产生四个子细胞 一般的细胞 有丝分裂 都是两个子细胞 减数分裂才产生四个子细胞 这边因为没有明甲 所以猪最好不要选 好再看到 1 动物细胞会形成分裂钩 植物细胞折否 没有错 动物细胞的分裂钩的概念 就跟植物细胞的细胞版的概念 是一样的 好 所以第四题答案只有两个 A1 好再看到第五小题 下列有关 动物细胞间期跟有丝分裂 期之间的比较 哪些正确 第一个 A 兼其染色质浓缩为染色体 而有丝分裂其染色质形成染色体 这在写什么样的鬼闹口令呢 A 这个当然是错的 其实这个只能发生一次 就是在有丝分裂的前期的时候 染色质变成染色体 浓缩成染色体 那这句话前半段绝对是错的 再看B 兼其没有纺锤丝 而有丝分裂其有纺锤丝的形成 这个对哦 平常没有要分裂的时候 不会有纺锤丝的 好再看C 兼其没有中心力复制 而有丝分裂其有中心力复制 请注意 中心力复制这件事情 确实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发生在兼其的时候 所以应该讲相反的 兼其的时候有 有丝分裂其的时候 已经完成复制了 不需要再发生一次 好所以C错 再看猪 兼其没有合成包弃 而有丝分裂其有合成包弃 这也一样跟C选项讲反了 好再看到E 兼其的时候呢 合模合人完整 而有丝分裂其 合模合人消失 这个正确 好所以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B1 来我们往下看到第六题的题主题 第六题题主题呢 这是111年学测的考古题 分析细胞的DNA含量 可以了解组织中细胞的染色体套数 或细胞所处的时期 研究者对于某一具有双套染色体的生物 将其DNA以荧光物质染色 利用DNA的含量 跟荧光强度成正比的原理 统计组织中 不同荧光强度的细胞个数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根据这样的概念就是 同意请小心 这一题要作答的方向是DNA的含量 而不是染色体套数 因为呢像你看 间期的时候DNA 爽套复制完还是爽套 但它DNA的含量是加倍的 所以它那时候荧光是会变强的 请注意这个概念 好所以首先第一小题 根据上文下列对于细胞有失分裂的叙述 何者正确 第一个A 细胞分裂过程中 细胞因具有单套染色体 荧光强度最弱 好所以其实同一个A就有错了 为什么 因为你在细胞分裂过程当中 你其实是有失分裂嘛 所以你仍然是双套染色体 那荧光强度有坠落吗 没有啊 在有失分裂的开头的时候 你DNA是复制的状况之下 所以那个时候你的DNA含量是4A 其实是比正常的一般细胞是double的 是双倍的状况含量 荧光量是很强的 好所以A错 再看B 细胞分裂完成的时候呢 细胞具有双套染色体 这时候DNA已经恢复成2A 也就是原来正常的量 它的荧光强度叫尖起微弱 好同意这个地方 当时学测初级教授他的说法是 因为他认为尖起虽然很多同学都认为 老师他应该就是2A啊 可是不要忘记 因为这个细胞会有失分裂 所以他可能在尖起的时候 复制完会变成4A 荧光量会加倍 所以这个2A到4A这过程当中 大部分时期2A 复制完才变4A 平均值还是怎样 超过2A 所以请注意 B这个地方就变正确的 你分裂完成只有2A 那尖起是一个长期的平均值 都比2A高 所以相对来讲 分裂完成时会比较弱 所以正确答案是B 好但我们要全部看完哦 请看C 细胞完成DNA复制时 具有三套染色体 嗯这太夸张了 C绝对错 再看猪 DNA复制时是处于细胞分裂期 这个是非常经典的考古题的概念 细胞DNA复制是在尖起的时候 所以猪错 再看猪 再看一 细胞完成DNA复制后进入尖起 此时荧光强度最强 DNA复制后 应该要进入到分裂期 所以一也错 好再看到第二小题 你要拿哪些部位的细胞进行DNA的含量分析 比较有可能得到细胞分裂进行中的结果 当然要能够进行有失分裂的才算 好第一个A 木脂部 同意木脂部是长好好的构造细胞 所以不会再分裂了 根肩和筋顶 这一定在分裂 受伤后正在修复中的皮肤也正在分裂 成熟的生殖细胞 同意也就是筋子跟软 它是不会再进行任何分裂的 它只有一个功能就是要完成受筋作用 所以猪错 再看一 成熟的神经细胞也是一样 不会再分裂的 跟刚刚前面讲过的 记得神经跟肌肉因为功能上的需求 所以只要做好分裂完成之后 它就不会再进行分裂了 所以正确答案是BC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大题的混合题型 好这个混合题型并不难 跟真正的学策的 它那种素养题来讲还是有点差距 但是这还是比较普通的正常的题目 大家比较快速能够理解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混合题型呢 请大家先花一点点时间暂停影片 然后阅读这整个内容 然后再来带大家把里头的关键字抓一下 好那就当大家已经把题目的阅读测验题 整个内容看完咯 好我们抓几个关键字 第一个阿兹海默症 阿兹海默症是一种老年的失智症 然后在第二段我们可以看到 里头有一种东西叫 β类淀粉蛋白累积 然后呢它是怎么来的 它是由所谓的类淀粉前驱蛋白 受到β分泌酶跟γ分泌酶 裁切后所形成 在你真的写考题的时候 要记得把一些关键字圈出来 尤其你平常课堂上没看过的更是重要 然后接下来呢科学家就认为 这个β类淀粉蛋白是害到阿兹海默症发生的主因 那结果再来看到第三段 后来数十项的研究显示 AD患者有大量类糖氏症的细胞 那以前2009年的时候 他就有研究说 这个神经元啊 有高达15% 多一条第21号染色体 哦好特别哦 是15%不是全部哦 好所以也就是说 当细胞接触到类淀粉蛋白 β类淀粉蛋白的时候 它分裂 有时分裂的时候就发生出错的现象 造成有三条第21号染色体的细胞 而产生更多的板块 也就恶化的一个情形 这当然是不OK的哦 好来首先看到第一小题 细胞分泌β类淀粉蛋白的过程当中 跟下列哪一个构造 关系最密切 好同意这个分泌 分泌呢 在上一次的小考题 我们已经看过了哦 来就是高基势体 讲到分泌 高基势体 有人说老师不能选内脂网吗 不太适合 因为内脂网有分粗糙型跟平滑型 光滑型 那谁负责分泌蛋白质呢 那当然就从粗糙型内脂网开始 所以C变成 它有一点是卡在中间的答案 但珠百分之百没错 好再来我们看到第二小题 陈上题 这个出错呢 是指同源染色体分离异常 或是姐妹染色分体分离异常 请说明并判断其原因 好同意这个陈上题呢 我题目稍微修改一下 其实不是陈上题啦 是陈 这个 就是整个上面阅读测验的内容的地方 它染色体分离出错 发生在什么 发生呢 在同源染色体 还是姐妹染色分离的时候的异常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般的体细胞 而不是产生精子跟卵子 所以当然是什么 有失分裂 那有失分裂的时候 里头谁会分开 在有失分裂的时候 是姐妹染色体分离上的异常 所以同一第二小题 请注意 要写上 它是姐妹染色体分离异常 那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 这个地方呢 只能发生有失分裂 而没有办法发生减速分裂 好 所以了解 第二小题要这样写 好再看到第三小题 下列哪种功能的药物 最适合拿来治疗 阿兹海默症 好 同意当然是谁 当然是要抑制那个 β類淀粉蛋白 让它不要分解 好 所以同意请看 第一个 抑制细胞分裂 可能不太好吧 这个是比较适合用来做癌细胞的治疗 再来看B 降低β分泌酶的活性 这个不错 好 那再来看到 C 促进β類淀粉蛋白的分解 也不错 β類淀粉蛋白不见了 好 再来看到 阻断类淀粉前驱蛋白的合成 这个东西 当初分泌出来 制造出来 应该是有它的一定的效果 所以你不能阻止 这个前驱蛋白的生合成 它应该是本来就该存在的 所以猪最好不要 那只剩下B跟C 然后B跟C好像都对啊 因为B你看β分泌酶 它就会去做裁切 好 但同学请注意哦 我们有β分泌酶 也有γ分泌酶 所以等于来讲 你假设只抑制了一半的效素 是不是代表效果可能没有那么好 可是你看 假设β分泌酶正常 γ分泌酶正常 然后产生的裁切之后 促食了一大堆β類淀粉蛋白 那这堆β类淀粉蛋白 你只要把它大量的分解掉 不要让它堆积 这样也不会有阿滋海默症 也是一样可行的方法 所以C这个答案 远较B来得好 所以第三小题 正确答案请选 C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第二回的 学测冲刺复习卷 就解说到这边 这边 好